世界上最离谱的十个作弊被抓事件 考场外墙壁爬满人竟是为了送答案 第一名操作你绝对想不到 世界上的竞赛千千万 为了获得胜利取得最好的成绩 不少人会动歪脑筋作弊 而有些作弊方式却让人大跌眼镜 本期的好奇指南针 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 那些被抓到的作弊中最离谱的事件 点击订阅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第十名跑完马拉松身上没汗 马拉松作为一项老少皆宜的有氧运动 一直以来都颇受大家的欢迎 每年在世界各地举行的马拉松比赛 就是最好的证明 不过42.195公里的长度 可不是随便谁都能跑下来的 偏偏有人死要面子活受罪 非要在这种事情上耍小聪明 据英国卫报报道 在前些年举行的 肯尼亚内罗毕国际马拉松比赛中 28岁的朱利耶斯恩约谷 就用作弊的办法取得了第二名 他在比赛进行到最后一段路程时 不仅不慢地出现 随后轻松地超过了跑得气喘吁吁的第二名 顺利拿下了7000美元的奖金 而最令人惊讶的是 在跑了40公里之后 他的身上居然一滴汗也没有 这样反常的现象引起了裁判的注意 赛后朱利耶斯恩约谷就被控制 虽然他极力为自己开脱 但很快就被赛事总监揭穿 在经过调查之后 大赛组委会确定 朱利耶斯恩约谷 是在比赛进行到最后一公里时 才溜进跑道 企图蒙混过关的 最终 朱利耶斯恩约谷刚到手的7000美元 不仅化为了泡影 还要面临警方欺诈罪的指控 第九名 钓鱼作弊 鲁尼安作为一名顶级钓鱼选手 他和伙伴总是穿梭在不同的赛场上 然而 这两位黄金搭档 去年却因为一场意外翻车了 在美国俄亥俄州伊利湖 举行的一场钓鱼比赛中 鲁尼安以7磅的成绩喜提第一 并和他的搭档 一起获得了28760美元的奖金 然而 这个数据却遭到了 其他参赛者的抗议和质疑 因为比赛钓的是当地的一种淡水鱼 这种鱼正常情况下 只有4磅重 总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变异吧 在此起彼伏的抗议之下 裁判当场剖开他们的鱼 并且不负众望地 在每一条鱼的鱼腹里 都发现了千球 而这些小东西 正是鲁尼安和搭档的杰作 他们在比赛中 通过嘴盒塞灌进鱼腹里 企图增加鱼的重量 真相败露之后 参赛者的愤怒简直沸腾了 舆论也是一片骂声 最终 二人受到了没收奖金和禁赛的惩罚 除此之外 还面临被凯霍加线检查官办公室 公开调查和起诉的风险 第八名 假发作弊 作弊的工具和手法 虽然千奇百怪 但你见过用假发作弊的人吗 2019年 云南建川县举办了一场驾照鼻视 在考试中 考官发现有一位长发的考生 行为举止异常 看起来很不自然 仔细观察之后 考官才发现 这人原来是一个男扮女装 戴了假发的男人 考官要求他把假发取下来 男子起初还扭扭捏捏不愿意 但最终还是没有保住这顶头发 经检查 这顶假发果然不对劲 假发的内部藏了镜头 电池等电子设备 完全就是为了刀科技作弊准备的 这个男子健壮不对 本来已经找机会开溜 但最后不知道为什么 又重新回到了考场附近 被警察逮了个正早 最终 他被惩罚一年内 不得再继续考驾照 并被移送派出所处理 第七名 给马图抹禁药 如果要问 还有什么离谱的作弊行为 给马图辣椒素 绝对能算其中之一 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 就有四名运动员 因使用兴奋剂 而被取消参赛资格 这四名运动员不是真人 而是分别来自德国 挪威 爱尔兰和巴西的四匹赛马 8月17日 在比赛的例行检查中 来自德国的马术选手 阿尔曼的赛马科斯特 被查出使用了一种 名为辣椒素的兴奋剂 这种兴奋剂 是一种外用药物 主要成分为辣椒的提取物 涂抹在马匹身上 能够诱导马体发热 进而达到兴奋和阵痛的双重作用 是马术比赛中 明令禁止使用的A类药物 最终 阿尔曼和其余三名选手 遭到了禁赛的处罚 而来自加拿大的选手拉马兹 与他的座棋希克斯特德 则以零失误的成绩 拿到了那场个人赛的冠军 第六名 球场跑动 当然 在赛场上的作弊行为中 除了服用兴奋剂这种 一点也没有竞技精神的方法之外 还有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方法 比如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位 2015年 在某场对阵奥格斯堡的足球比赛中 守门员马文 西茨利用休息的空挡 来到点球位置 看似漫不经心地转了好几圈 实际上 他是在用这样的方法 掩盖自己破坏草坪 逃出小洞的小动作 如果你觉得 这样的行为匪所思的话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则更加令人瞠目结舌 在随后的比赛进程中 对方的选手安东尼 莫德斯 还真因为这个小洞 而错失了一次点球机会 最后 马文 西茨和他的队伍 以1比0的成绩 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然而 比赛并没有完全就此结束 在赛后复盘中 裁判发现了马文 西茨的小动作 作为惩罚 裁判要求 他向公众道歉 并向他罚款了122.92欧元 用来修复草坪 第五名 自行车装马达 在很多时候 服用兴奋剂 虽然剑效最快 也最普遍 但毕竟竟要吃多了伤身 因此 也有人企图通过物理手法 达到作弊效果 在2016年 比利时举行的 越野公路车世界锦标赛 女子青年组比赛中 比利时女选手 Van Dendrish 就被抓到 在自行车上 偷装了电动马达与电池 从网上流传出的 作弊片段中 可以看出 在某个上坡段 Van Dendrish 遥遥领先 保持着均匀的加速 将其他选手 远远落在身后 这种作弊方法 是在车架下馆内 装备中轴马达 或是电磁轮 这两种辅助系统 已达到助推作用 根据效果和隐蔽性的不同 价格也不一样 最贵的一种电磁轮 售价竟然高达5万欧元 虽然Van Dendrish 极力声称 自己并不知道 车里有什么作弊系统 但最终 UCL国际单车联盟 还是宣布 对他进行竞赛6年 和2万瑞士法郎的处罚 这也是因为 装电动马达处罚里 最夸张的一次事件了 第四名 在对手衣服上 涂抹凡事例 为了赢得比赛 一些人除了在 自身和设备上 动脑筋之外 他们还把作弊的主意 打到了对手身上 1998年 在一场 丹佛野马队 对战堪萨斯球长队的 橄榄球赛中 裁判收到了来自 球长队的投诉 球长队的队员们 义愤填膺地说 野马队在他们的球衣上 涂抹了油脂类的东西 减少了衣物 与其他物体的摩擦 让简单的情报动作 变成了一件 极为困难的事情 接到投诉之后 裁判检查了 他们的球衣 果然发现 球长队队员们的衣服上 被涂抹了过量的凡事林 因此 在比赛结束之后 裁判公开了这件事 但令人无法理解的是 被球长队队员们 拆穿的野马队队员 对此的接受程度 良好到不当一回事 野马队邵峰甚至说 他们的所作所为 根本称不上作弊 而这种充满创意的行为 也许更应该去参加魔术 或者喜剧表演 这样 他们的过人创意和才华 才不会被埋没 真是厚颜无耻 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第三名 爬墙送达 看到这个满墙 爬满人的画面 说他们在作弊你 肯定会怀疑自己的眼睛 这么明目张胆的吗 事实还真是如此 印度朋友们 从徒手挂火车上 获得灵感 现在已经开始徒手爬墙了 这是印度东部比哈省 进行的一场毕业考试 考试时间为期三天 地点则是在多层大楼里 也许是因为担心孩子 无法顺利过关 不少父母们 都来到了考场陪同 最终演变成了一场 巨大无比的群体作弊事件 只见等候在场外的家长们 查资料的查资料 爬墙的爬墙 就为给孩子第一份答案 俨然已经形成了 分工完整又严谨的合作链条 有的家长甚至徒手 爬到了五层楼的高度 怕是平行宇宙中的小蜘蛛们 看了都要说一句甘拜下风 而这场群体作弊的最终结果 就是超一千名考生 被抓到作弊 最终 他们都被取消了 考试成绩和资格 也算是成长路上的一个教训了 第二名 女子跳高冠军式男人 1938年 在一辆开往德国科隆的火车上 一位男性被警方抓获 结束的却是一位女性的运动员生涯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拉特金出生于1918年 因为先天不足 被街场护士认定为女孩 青春期时 拉特金接触并热爱上的跳高 他参加了很多比赛 取得了很多好成绩 1936年博利奥运会 拉特金以1.58米的成绩 取得第四名 在1938年举行的欧洲田径锦标赛上 他又以1.70米的新世界纪录高度 成为欧洲冠军 但是在当时 没有人知道拉特金这个名字 因为他对外的名字是多拉 参加的赛事也都是女子赛事 甚至在火车上被警方抓获 也并不是因为身份败露 只是因为同车乘客们 觉得他男扮女装 有伤风化 一个男人以女子的身份 参加比赛获得冠军 这成为了德国体育史上最大的丑闻 事发时候 拉特金不再参加任何比赛 并于1939年更名为汉子 以一个男人的身份继续生活 第一名 鸽子坐高铁参加比赛 2017年 上海信鸽协会举办赛格比赛 比赛起点为商丘 终点为上海 两地距离约650公里 有两名参赛者 包揽了比赛的前四名 获得了大约490万新台币的奖金 但令人疑惑的是 比赛结束后 两人迟迟没有来领奖 而且正常信鸽 想要飞完比赛路径 至少需要约8个小时 这两名参赛者的信鸽 却只花了三个多小时就完成了 赛事组委会方面 觉得事情很大 选择报警 警方在调查后发现 这件事果然是一个 针对奖金的骗局 两名参赛者 从2016年起 就开始准备这个作弊计划 他们培训出的鸽子 不会从商丘飞往上海 而是认为自己在商丘和上海都有加 因此 在商丘被放飞之后 信鸽会返回位于商丘的鸽舍 等信鸽返回后 这两人就带上信鸽 大乘高铁前往上海 再在上海将信鸽放飞 这样 信鸽就能轻松回到 位于上海的鸽舍了 法院认为 两名参赛者的行为 已经构成了欺诈罪 分别判处 两人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四年 并处罚金三万 和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两年 并处罚金两万 如此离奇的操作 还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看完以上的十个作弊被抓事件 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可以订阅按赞好奇指南针 下期也会为你带来更多精彩